杨老师您好,向您请调个问题啊 就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呢 已经退休了,每天在家没什么事 啊,我们想这个从零基础呢 学学钢琴啊,讨议讨议 情操啊,见见脑啊 您说这个我们跟网上啊 跟着这种网课学习现实吗 都需要注意什么呢 啊,您说最后我们学完了 能达到这种我们自弹自唱的 这个目标吗 好,那首先呢啊,这个中老年朋友呢 跟着这个网课啊,零基础 学钢琴呢,啊,是没问题的啊 也能达到你的目标 能学会钢琴,但是有三个前提 啊,如果你这三点 没做好啊,那很有可能 走弯路啊,如果你这三点 都做好了啊,可以说 你一样可以学好钢琴 达到你想达到的目标 啊,那第一呢啊,就是 你要选对人啊 我们都知道选择不对 努力白费啊,你只有选一个 专业的有见的老师来 带你啊,你才能真正的 达到你的学习目标啊 那从我这个十年的钢琴 教学经验来讲呢 啊,线下教学和线上 教学的唯一不同 就在于线上呢,是属于一种 大众化的教学啊,就是人人都可以 学我的课啊,但是没有什么 针对性啊,而线下 我教的每一个孩子,我都知道 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教 他现在哪块比较薄弱 我应该帮助他提高那块 那线上,如果我们也有这种 一对一的指导啊 或者一对一的这种测评啊 是不是就能很好的啊 找到你的问题 为你设计适合你的学习方案 对不对 所以首先你得找到一位 专业的有见的老师啊 了解一下你现在的钢琴程度啊 你想达到的钢琴目标啊 他在根据你的情况 有针对性的去为你设计学习计划啊 看你适合学什么 不适合学什么啊 怎么去学习 这样你才能少走弯路 对不对啊 这是第一点要选对老师 第二呢啊 千万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啊 要知道预速责不达啊 你还没学会站立 你怎么跑呢啊 那你即使跑了 是不是也会摔跤呢 对不对 就跟我们读语文课文一样 你连字还不认识呢啊 你怎么可能啊 完整的读下来一篇课文呢 你又怎么可能理解课文里的内容和含义呢 对不对 所以说无论是儿童啊 还有成人啊 我们学任何一样东西啊 都得先把基础打好啊 就像我们盖楼一样 你只有把地基打好之后 你这个楼才能盖高 才不会他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千万不要说啊 盲目的去追求速度啊 要知道你把这个钢琴的基本功打好 你才能啊 未来的路越走越顺 越走越远 就像滚雪球一样啊 越滚越大 它是有一个势能在里面的 那第三呢 为了保证大家的学习效果啊 来我这边学钢琴的朋友呢 我建议啊 都先做一个线上的一对一测评啊 这个一对一测评呢 就是我要花20分钟的时间啊 跟你做一个视频的沟通啊 看一下你现在是零基础 还是有一定基础啊 你未来学习钢琴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咱们再有针对性的啊 为你开展分层的教学啊 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程度了 我还教你如何支撑落奏啊 那是不是就太小儿科了啊 如果你已经到达即兴伴奏的水平了 咱们直接就上啊 即兴伴奏啊 必备的乐理知识 你掌握好这些自己灵活运用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分层教学的意义啊 可以帮助你少走弯路啊 测评呢 那只需要一瓶饮料的钱 五块钱啊 就可以有针对性的找到你的问题啊 解决你的问题啊 让您学情不走弯路 您说值不值呢啊 但是呢 我这种福利每天只放三个啊 因为我这边线下一节课就五百到一千啊 是一个小时啊 你算算啊 我给你二十分钟五块钱 是什么样的一个性价比 好不好啊 所以说想学习钢琴 不知道怎么去学的 也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啊 阶段性目标应该是什么啊 如何高效学琴的朋友啊 建议你啊 可以跟我预约一堆的测评啊 预约方式呢 啊 就是先点击这个啊 百度APP啊 点完之后呢 搜索阎老师教钢琴啊 然后点我的头像 点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商品橱窗上面啊 有一个五元测评 一对一指导 让你学琴不走弯路啊 点击这个预约完了 私信我啊 然后咱们预约测评时间就OK了 今天已经预约满了 您可以预约明天或后天 好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在线上想学好钢琴 达到我们啊 设定的目标 首先你要选对一个专业有经验的老师 第二步呢 要注重啊 这个学习钢琴的基础 啊 因为你盖楼不打地基啊 这楼是起不高的啊 音乐也是一样 学钢琴也是一样 第三呢 就是啊 先测评啊 后教学啊 看你针对性的问题在哪 学习目标是什么 然后再为你开展适合你的教学 才能让您学琴负责弯路 好 我还是那个不一定说你爱听的 但一定是为你好的钢琴严老师 关注 好